我們請喬委會委員長 委員長請貝旭 委員長 還有誰 其他等一下 如果講到其他部會有相關 再補充好了 委員長你早 我想首先 時代力量主張 喬委會應該要整病 但是我相信我們指的並不是說 我們就不需要喬務的工作 而是說讓這個事權可以比較專責 專業 那讓工作的焦點比較精準一點 那所以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有很多的事情 我舉例來講 例如說有很多這個喬委會的 這個也提到的外交工作 那這些外交工作 跟外交部的外交工作 到底我們在不一樣的事件 應該要出哪一張牌 我覺得應該是要有一致的策略 例如說遇到一個外交的突發事件的時候 是要透過正式的邦交國 還是非正式的盟邦 或是透過喬領 那這些的這個 這個怎麼樣是最好的 這個一張牌 應該是由外交部部長 或是外交部來決定 這是我們這個的理念 那包括跟經濟部 可能有重疊的部分 例如說這個幫這個台商融資 來貸款的這個事情 我想今天經濟部也在這邊 應該喬委會認為說自己在這一塊 會比經濟部還要專業嗎 謝謝委員 這個問題很重要 也很好 事實上我想我們政府各部會之間 大家都互相協調合作了 那我們外館大概有外交部同仁 交友會同仁 經濟部同仁 還有其他部會同仁 那大概館長會看 針對每一個事件的個案 那麼內部管務會開會 然後大家協調 怎麼去分工進行 我在這邊我想 這個到底是不是整病比較好 這個我們等到 未來在審議的時候 我們在細部來講 但是這邊我要先跟您提出一個要求 可能喬委會的報告要能夠有一個評量的標準 就是以目前來講 我收到的報告幾乎每一份報告都是說 這個華語文教育 補助海外台商招募喬生等等 那這些業務每年 除了過去十年以來 已經被這個立法院預算中心說 有這個浪費公帑之嫌 這個績效不張等等 那我知道喬委會每年也都在努力 但是我還是認為說 他因為這個事責不明 導致大家很努力 但是他的績效還是每年被批評不張 所以我們能不能夠去 研擬一個績效的評估測量的表 例如說透過喬社 因為這個按照剛剛這個委員長講的 其實我們跟經濟部跟外交部 應該是都有協同合作 很多資料大家可以共同研擬 所以就是說透過喬社 跟透過外交其他的手段的方式 績效上面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過去幾年來在不一樣的事件 我們花了多少的成本 有多少的效益 應該要有些數據量化的一個標準啦 要不然其實我們很難知道說 今年有沒有比去年好 或是說這一件事情 透過這個喬委會還是透過外交部 或是說這件事情透過經濟部 還是喬委會比較好 我想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評量的標準 而不是每年 其實現在看到的報告都是以作文為主 那我們來有一些數據 可以去評量說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 委員你這個建議非常好 我想大概就是現在傳統上 我們的報告大概都是屬於比較這個 直化的這樣的一個報告啦 是 那我想您的建議 我想以後我們喬委會大概提供一些數據 我們會用量化的分析 量化的方式來呈現來做比較 我想我們外交手段有很多種 那協助台商的手段也有很多種 那我們投入不同的資源 有怎麼樣的效果 那這樣子一個表格化的狀況 我們比較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個還是喬委會做比較好 或是說其實這就是整併到外交部 這就是叫經濟部 這應該會比較能夠來評量 那我想今天畢竟是針對新南向政策 那新南向政策這件事情 我們如果要讓它更專業化 當然我本身認為的這個僑務概念 跟世界各國我相信是比較相像一點 就是認為對象就是國民本人 或是一定寫清範圍履居國外的對象 去對他們提供特定的服務或協助 那透過他們去拓展一些國際上面 國民外交的可能性 但是喬委會目前終止至今 都還是以這個四千萬華人為目標 那這個跟我的認知不太一樣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這個業務來說好了 我們不要說去服務他們 我們就以喬委會之前的這個說法 理念來說 我們希望從這個裡面吸引他們 對台灣的認同 當成我們的人才庫 那我們以這樣的框架來討論的話 新南向政策 在東南亞華人的比例排行來看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緬甸菲律賓 這些大概都是上百萬的華人 那這些華人都已經融入當地的社會 我相信委員長也知道 泰國以佛教為主 菲律賓以天主教為主 我相信當地兩邊的華人 他們的生活語言習慣什麼 就一定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我在這一份報告裡面 沒有看到針對新南向政策 也就是說我們實事求是來講的話 我們的目標市場 他們是怎麼樣子的結構 每一個東南亞國家跟南亞國家 當地華人社會 他們生活習慣是什麼 文化風俗是什麼 當地的華人從事什麼產業為主 這個要有一個我們的目標市場要清楚 才不會我們永遠就是拿著我們的課本 希望去教人家台灣出的華語的教育 我想我們先知道目標市場 這些國家的華人社會 他們到底生活習慣文化風俗 他們的產業結構大概是哪些 那我們才可以去訂定說 我們要怎麼吸引他們來台灣 吸引他們認同台灣 一定不是只有教育一個方法 那再來就是 我們知道了我們這些 東南亞跟南亞的這些華人社群以後 再來去思考說我們現在的業務到底 是不是績效夠 也就是說 以這個華語教育來講 我希望接著可以看到的報告是 在這幾個國家裡面的華語教育 我們面臨的競爭者是誰 我們做所有事情都一樣啦 第一件事情要知道 在那邊要提供華語教育還有誰 一定有這個當地 例如說泰國的公私立的華語教育機構 還有中國他們提供的 那還有沒有哪些地方 當地的華語社群一想要學華語 會不會馬上想說來學台灣的 這個要有一個排名 當地的華語社群 他們一想要學華語 第一名是想到誰 例如說在台灣學英文 也許有什麼地球村啊 有的沒有的 當地學華語的指標性的機構是哪些 我們排在地幾 那我們排跟別人的優勝 這個優劣之處在哪裡 這個應該要有一個清楚的這個量化的這個對比 我們才可以去想說 也許教華語不是唯一的方法 說不定哪一個國家他喜歡台灣菜啊 也許那邊的華人他就是喜歡做菜 也有可能 這個你要經過對市場的分析 再來去思考我們提供什麼樣子的內容 去吸引他們 那所以我想業務內容的績效 再包括像吸引喬生也是一樣 我們面臨的競爭者又是誰 這些國家的華語社團 華人社團社群 他一想要出國念書留學 他第一名想到誰 台灣排在第幾名 為什麼我們都排在第幾名 而不是排在很前面 那這個就要有一個比較 所以吸引他們來念書 是不是我們的優勢 還是我們哪裡做的不夠 這個還是要有一個量化的 所以最後我想 看了因為從這個二月到現在 幾份報告下來其實重複性很高 那我也不太希望說 在這個質詢的過程裡面 只是針對同樣的事情 因此今天在這個 主席再給我一分鐘可以嗎 還有兩分鐘 喔還有兩分鐘 好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 就是說希望 我們能夠有更多建設性的方向 那與其說一直不斷的是重複 類似雷同的內容 我覺得有一些量化 可以讓我們去思考說 這個是不是有需要調整 哪些要保留 哪些要到其他部會 然後哪些是可能要刪除 那這樣子我們也可以重新思考一件事情 例如說現在台灣年輕人很多對韓國有認同感 那不是透過韓國說來灌很多人僑胞 他們可能是透過流行文化 那經過我們這個數據的分析以後 我們就可以去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到底要去吸引這些人 來認同台灣 教華語教育是我們最強的嗎 或是我們以目前的這個能力來講 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 這個都是我們應該要去思考 所以剛才我說的這一些 不管所有的跟外交部的績效對比 跟經濟部的績效對比 我們在每一個國家的華人社群裡面 我們目前做的事情的績效評估 跟競爭者的績效評估 那這些東西是我希望下一次我們可以看到的 比較實在的這個內容 那我相信這樣子也可以促進 喬委會未來的這個進步 不管是有沒有整病啦 我相信我們都是希望這些業務 應該是要錢花在島口上 那績效越來越好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我們會照委員的指示 大概以後我們的報告 可能就要更深入 要比較 然後要知己知彼 這樣的話這個報告才有意義 我想我們會照委員的指示來辦 謝謝委員